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你剛剛原講你問我說 有沒有看過他 對 所以你看過 你現在知道他像不像真的 就是 可是我那個是 國小畢業旅行一定會來 然後國中的畢業旅行也一定會來 可是那時候在看比較 沒有這麼近距離的感受 以前你是在原上看嗎 然後應該是原山 小朋友的角度跟現在看的 可是現在看來真的很大 他是很大 他過來的時候 已經是成年的像 至少有二三十歲了 因為是成年了 所以他那時候是一個工作的像 運東西 搬東西 搬軍火 搬糧食 那個時候應該是在戰爭的時候 然後他就是日本戰敗 他本來是日軍的 那被國軍接收了 那接收了 就跟著國軍一路走 然後就到台灣 對 那當然其他東西 有些用飛機 大象沒有辦法 成年大象沒有辦法選飛機 所以他就翻山越嶺的這樣走 走到最後才用船上台灣 他是長者 我們也很尊重他 然後他的地位在動物園算是很高的 所以你們對他的感覺不會把他當成一隻動物 看著把他當成一個長輩 不會 不會 我們所有的動物都盡量用最讓動物舒服的一個狀況去管理 1930年代民眾到原山動物園 不再只是單純的觀賞動物 日本人將他轉向娛樂化經營 在園區內設置園山遊園地 也就是戰後的台北中山兒童樂園 裡頭有摩天輪 旋轉飛車 電動汽車 全是當時最流行最新潮的遊樂設施 隨著政府提倡休閒活動 諸多的政策改變 國人也逐漸複數 各式民營的兒童樂園 在1980年代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立 體驗自由落體一上一下 12公尺高的叢林厚厚樹屋 刺激度加倍 還有17樓高的摩天輪 2014年台北市立兒童新樂園在士林開幕 原本在原山的兒童娛樂中心 也就是兒童樂園吹響席燈號 讓很多老台北人依依不捨 因為他橫跨了數個世代 是許多人共同的兒時記憶 當時最受歡迎的是碰碰車 還有這個所謂的 當時碰碰車一撞尖叫聲士氣 很刺激 那還有這個所謂的賽車 新開幕的中山兒童樂園 在總統華旦這一天 擠滿了無數小客人 他們為慶祝總統華旦 整天快樂暢遊 1958年中山北路旁的兒童遊園地 在戰後重新開幕 更名為中山兒童樂園 改由私人承租經營 台灣光物我已經三年級了 以前我們小時候 比鄉年民生小時候 很痛我 都也聽 都叫我阿孫 阿孫阿 阿就去 當初的時候 很好玩就什麼呢 就是有那個杯子 小時候看伯伯 阿我 我舅媽 他要保護我 阿舅在後面 我坐在前面 你知道阿 他會上下 阿迴轉 迴轉是沒問題 就是上下浮起來的時候 真的 會怕 今年已經85歲的林家子 談起兒童樂園 宛如回到孩提時代 那時候全台灣 只有這一個樂園 也只有這裡 有這些新穎的電動遊樂設施 全台灣的小朋友 都非常嚮往 也讓兒童樂園 成為各國中小學 畢業旅行首選 住在中南部的小學 都是要去台北動物園 以前說遠足 遠足 遠足 就是從台中 來台北 兒童樂園門口 擠滿了學童 那時候 兒童樂園隔壁 就是動物園 每到假日 甚至是過年過節 都是人 每一個人到台北 都是來 兒童樂園玩 那最古早啊 天天都爆玩 天天都爆玩 那個啊 禮拜六還是 節日都是 以前真正 從台北車上 走路 兩旁邊都是臉 在馬路上 中山美路走 走走 怎麼還都是臉 翁太太看著 當年一家大小 來到兒童樂園出遊的照片 那時候 觀光遊戲活動不多 每個人都是盛裝出席 這是兒童樂園的 裡面買票排隊 去做啊 帶小孩子去做這個 那時候我才26歲 這個時候幾歲啊 這個 這個時候啊 差不多30 很棒的幾歲 那個我的小孩子 最大的那個 我是八人去的 抱著小baby坐上旋轉太空車 那時候遊樂園為了吸引人潮 還請到馬戲團表演 世界最奇妙的技術表演 西德高空技術團 自10月15日 在台北市兒童樂園演出以來 賣座鼎盛吸引了無數的觀眾 兒童樂園架起了高空鋼索 技術團園在上面表演各種驚險高空特技 就是為了要充人氣 但時序再往回推 早在日治時期 兒童樂園本來是全台灣最早 而且唯一一座公辦公營的遊樂園 1934年由日本人建立的兒童遊園地 當時是和原山動物園合併管轄 台灣總督府耗資百萬 在這裡籌辦史政四十週年 紀念台灣博覽會 盛大規模堪稱空前絕後 一方面是日本政府為了展現 日本統治台灣的成果 宣揚國威 二來也為其南進政策鋪路 博覽會舉辦得很盛大 那也邀請台灣或者是透過宣傳 邀請來自於外地的 或是台灣內部的這個觀眾 那台灣觀眾也有兩百多萬 這個觀眾來參觀 所以我想對於當時的觀眾 應該是一個新奇的經驗 Ithelion裡面 確實有些新奇的玩具 包括這個機械的這個盪 盪鞦韆啊什麼等等 我想是一個玩樂的環境 但是有一些圖像 其實它應該是 有一些特別的意義 包括這個陶太郎 台灣的小孩 你要像日本人一樣 都要去有這種勇敢的這種精神 去爭討 沒有陶太郎 陶太郎就是有帶麻糬 分給人家吃一個就這樣 在地民眾都還記得 當年的陶太郎塑像 這些視覺意象 好的寓意是教孩子勇敢征服 等另一個角度解讀 就是教人掠奪 再再都顯示了日本大帝國主義思想 兒童樂園經歷不同政權 2014年關閉後 2019年重新開放 變身原山自然景觀公園 以前在我們小時候可以是最好的 對對對對 那現在就變成景觀里民活動中心 就有一些網紅 網紅的地方 對對對對 對對對 因為可能就這地理環境 包括捷運包括高架橋的原因 所以腹地也過於太小 成不了現在社會基因的狀態 昔日的標誌性設施摩天輪 豪華的雙層旋轉木馬 吞下昔日光鮮亮麗 更平天頹廢滄桑美感 時空彷彿停滯 歡笑聲卻不在 同樣消失的還有40年前 曾是台灣第一座主題樂園的大同水上樂園 滑水道游泳池通通有 是不少北部人的共同回憶 2004年結束營業 現在改造成公園 南台灣最大的水上樂園布魯勒谷 也在2010年停業 如今都成為時代的記憶